就在近日 有某中创航门球队挖脚泰山队的传闻传出 这一下让明记与球迷彻底愤怒了 起初 是由媒体人永远的偏风爆料的 随后明记李璇也确认了这一消息 却是听说有球队用 国内球员点心加赞助合同挖人 在这个时期 有这种实力的队不多 对此 媒体人李平康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反感之情 中超都这样了 总共就两个不欠心的 你还专挑不欠心的捣乱 就不能挖挖欠心的吗 难道真的良心已死吗 随后明记与球迷们对此进行了热议 至于奉向 大家可想而知 明记下小思炮轰 打不过你买你 挖冠军成员成了传统 那些年的那个亚冠冠军 貌似就这么干 只是不大利于中国足球发展啊 而明记牛志明更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表示 这次国足集训 助理教练借助国脚集训挖人 良心在那 在此小便与球迷观点一致 这只中超豪门在这样走下去 无疑是下一个恒大 出手如此阔绰 还不知道廉耻 能不能先把调节废交一下 目前球迷与明记的火力集中点很一致 某队的球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要夹起尾巴做人了 这次国足集训挖人